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谓的诡异现象就是 一个人被恶魔或者某种邪恶力量控制精神或身体 从而表现出不正常的现象 此时红衣主教光头叔和助手黑哥 正在观看最近传过来的一段录像 视频里的主人公是一个金发女孩 名叫安吉拉 只见她在视频里情绪波动特别大 甚至在发脾气时 身体里竟出现一个恶魔的影子 看来安吉拉应该是被恶魔附身了 光头哥见状赶紧让黑哥去医院 找寻安吉拉的其他录像带 然后在召集人手开始调查安吉拉 时间来到两个月前 安吉拉是一个喜欢研究鬼神迷信的女孩 她的父亲是个开飞机的 常年飞往各地 妇女俩可谓是聚少离多 今天是安吉拉的生日 父亲给她打去了电话 表示自己目前在外地 没办法到达现场祝福她 只能通过视频说一句生日快乐 另外父亲还准备了生日礼物 希望能弥补歉意 安吉拉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能理解父亲的工作 下午安吉拉的男友皮特 为她准备了一个惊喜派对 并邀请了众多好友前来参加 安吉拉特别开心 而更让安吉拉感到意外的是 父亲竟突然拿着蛋糕出现 原来父亲说去工作是骗安吉拉的 目的就是为了给安吉拉一个惊喜 之后安吉拉打算切蛋糕 分给所有人 可没想到却不小心切到了手 鲜血直流 看来刀口很深 就这样安吉拉被送进了医院 父亲在等待时 意外结识了一位神父 两人简单聊了几句后 神父就离开了 很快安吉拉伤口包扎完成 父亲和皮特带她走出了医院 准备回家时 父亲接到任务 提前一步离开 皮特则带着安吉拉坐公交回家 在车上 安吉拉突然感到喉咙干渴 于是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瓶水 不一会儿 一只乌鸦突然撞碎车玻璃飞了进来 车上瞬间乱出一团 待车停下后 乘客们发现 那只乌鸦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皮特见状上前用手试探 可没想到乌鸦竟抽出了一下 吓得皮特 一急车上的人连忙后退 下车后 皮特询问安吉拉有没有受伤 安吉拉表示没有大碍 只不过是受伤的那根手指被咬了一下 有些疼而已 晚上 皮特来叫安吉拉吃饭时 突然发现她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皮特起初以为她困得睡着了 于是试图叫醒她 但叫了半天都没有回应 意识到不对劲的皮特 赶紧叫来了安吉拉的父亲 父亲接着让皮特去拿药 看看药有没有副作用 可看了半天发现并没写有和副作用 就在两人疑惑之际 安吉拉突然惊醒 并有肿呼吸急促的感觉 直到父亲安慰过后 这才慢慢平静下来 第二天 父亲和皮特带安吉拉来到医院查看 医生对此症状也不太了解 为了进一步研究安吉拉的症状 医生建议安吉拉留院观察一晚 半夜 恶魔开始在安吉拉的身体里蠢蠢欲动 但好在动作幅度并不是太大 隔天 父亲和皮特一起寄安吉拉回家 在出租车上安吉拉透过后视镜 竟发现自己双眼周围漆黑一片 正当她盯着镜子发呆时 父亲和皮特的上车打断了她 回家的路上 被恶魔附身的安吉拉 突然发分似的抢夺四季的方向盘 导致车子由于失去控制而发生了侧翻 奇怪的是 车上的其余几人都只是轻伤 唯独安吉拉伤势严重 在医院治疗的两个月中 安吉拉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她的大脑已经不在活动 生命完全靠设备为值 也就是所谓的植物人 院长认为在治疗下去 也是徒劳无果 于是她让神父去和安吉拉的父亲沟通 安吉拉父亲听完 立刻表示同意 一是因为她已无法支付高昂的手术费 二是不忍心再让女儿受病痛的折磨 很快神父来到病房 为安吉拉做了最后祷告 然后安吉拉父亲狠心地拔掉了 安吉拉的氧气管 瞬间呼吸机变成一条横线 就在安吉拉父亲和皮特 正在为安吉拉的离去伤心时 安吉拉竟突然有了呼吸 医生们见状都惊呆了 连连感叹这真是个奇迹 安吉拉父亲和皮特见安吉拉起死回生 心里更是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看来恶魔并不打算让安吉拉这么快死掉 到了半夜 安吉拉突然醒来 然后走下病床 来到了新生儿病房 在这里 她随意挑选了一名婴儿 将其抱到了水缸附近 就在她要把婴儿扔进水缸淹死时 警报突然响起 为了不暴露 她只好将婴儿放回原处 然后赶紧离开 可没想到的是医院的保安 还是发现了她 面对保安的追逐 安吉拉拼命往前奔跑 可最后还是不幸被抓住 很快警察赶到了这里 并询问安吉拉为什么要这么做 毕竟故意伤害婴儿是重罪 安吉拉没有说话 而是用手指了指后面 警察走近一看 只见一只乌鸦落在窗外 警察盯着乌鸦看了几秒后 竟一句话不说走出了病房 然后默默拿出两只电灯泡 当众戳下了自己的双眼 看警察悲痛的样子 并不像她自怨所为 而是受控制一般 看来应该是被恶魔附身了 所有人见众赶紧上前查看 另一旁的神父看着病房里的安吉拉 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于是第二天 神父找到安吉拉的父亲 并劝说她 将安吉拉送进专业评估机构 起初安吉拉父亲并不同意 她认为女儿没有病 警察的事也并不是女儿所为 而神父则表示 那只是个评估而已 如果安吉拉没有病 那岂不是更好 安吉拉父亲考虑过后 最终同意将安吉拉送到评估机构 负责机构的是短发姐 这天她与安吉拉展开了对话 并录了相 至于为何录像 短发姐的解释是 她能够为治疗提供更好的帮助 所以无视镜头就好 接着短发姐询问了安吉拉一些问题 但安吉拉统统没有回答 只是一直嘴里重复着 我想回家四个字 短发姐见安吉拉情绪逐渐崩溃 于是没有再追问下去 而是让看护将安吉拉带回了房间休息 隔天皮特前来看望安吉拉 安吉拉趁着清醒和皮特说了一件事 她表示当时虽然她已昏迷 但却还是能听见一些声音 这声音并不是房间周围的声音 而是另一种语言 皮特听后询问她是哪种语言 安吉拉说没办法解释 她唯一知道的是 有某种东西已经占据了自己的身体 并且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言行 现在她很无奈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过了几天后 短发姐再次找安吉拉谈话 她让安吉拉对她坦诚相待 可安吉拉听后却邪魅地笑了笑 并拒绝了她 短发姐不解地询问为什么 安吉拉则表示因为短发姐不诚实 接着安吉拉说了好多 短发姐不为人知的囚事 虽然短发姐不知安吉拉从哪知道的这些 但在当时那一刻 短发姐确实有些难堪 晚上看护来给安吉拉送药 安吉拉为了躲避吃药 竟主动上前勾打看护 然后用意念震碎了房顶天花板 就这样看护被掉落的天花板砸死了 接着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 安吉拉的床突然左右移动 窗外再次飞来乌鸦 接着安吉拉开始面对墙壁 不停自言自语 此时机构里的所有精神病人 听到声音后 开始在屋内不停行走 然后相互撕打了起来 有的人被扔下楼梯 有的人拿头撞击椅子 有的人则拽出电线准备上吊 瞬间机构里乱成一团 员工们见状 想要阻止 但却发现根本无能为力 神父打开监控一看 发现是安吉拉正在操控 于是她赶紧来到房间 拉走了安吉拉 这才阻止了这场慌乱 事情结束后 机构表示 这里不能再留安吉拉 没办法 安吉拉父亲和皮特 只好将安吉拉领回家 另一边 光头书在看完所有录像后 决定亲自前去解决此事 黑哥本想和光头书一起前往 但却被光头书拒绝了 光头书表示 那里有神父帮助 不用担心 你留在这里看守 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了 你将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就这样 光头书跟随神父 来到了安吉拉家里 准备为安吉拉驱魔 由于要将驱魔仪式录制下来 因此光头书在房间里 安装了摄像头 很快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将安吉拉带到了房间里 由于光头书和恶魔 都未摸清对方底细 所以刚开始都不敢轻举妄动 光头书先是从碗里 拿出了一个圆形纸壁 然后一边嘴里默念着 阿门请带走这个身体 带他去进化 一边将纸壁塞进了安吉拉的嘴里 起初安吉拉吐出了第一个纸壁 但当光头书塞进第二个纸壁时 安吉拉竟吐出了一口鲜血 光头书无奈地表示 由于恶魔太过强大 导致现在遇到了阻碍 之后他要求安吉拉坐到床上 这样也许会容易些 可安吉拉对此却频频摇头 直到他听到皮特的安慰后 这才起身坐到床上 接着安吉拉张开嘴 光头书将手伸了进去 不一会儿掏出一颗鸡蛋出来 紧接着安吉拉又吐出两颗 光头书解释道 这三颗鸡蛋分别代表着 圣父圣子和圣灵 就在所有人听光头书讲解时 恶魔突然发起进攻 他先是控制床往前移动 撞了光头书 接着又躺在床上 用邪恶的眼神看着所有人 光头书见状拿来铁链子 将安吉拉绑了起来 然后往他身上泼圣水 面对圣水的烧烛 安吉拉不停地发出哀嚎声 刚开始 安吉拉故作可怜地 请求父亲救自己 父亲看着被折磨的女儿 心有不舍地询问光头书 是否驱魔已经成功 光头书让父亲不要相信 这只不过是恶魔的伪装罢了 在圣经和十字架的重重威胁下 恶魔露出了真面目 他嘶吼地表示 自己才是上帝 说完还不停地 拥挤着安吉拉的身体 以至于铁链子都被扭断 见简单的驱魔仪式不行 光头书决定杀了安吉拉 身份试图阻止 但光头书表示 现在已经不是 驱除血液这么简单了 恶魔已经占据了安吉拉的身体 使得安吉拉变成了恶魔 唯一能做的就是杀掉她 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恶魔重回人世 之后光头书拿刀来到安吉拉面前 逼迫安吉拉体内的恶魔现身 见恶魔迟迟不现身 光头书一刀杀死了安吉拉 见安吉拉被杀的父亲 可谓是伤心不已 他捡起地上的刀 朝光头书冲了过去 就在几人争吵之际 安吉拉竟突然活了过来 并站在他们面前 看来是恶魔进行了复活仪式 让安吉拉再次活了过来 紧接着恶魔控制安吉拉 发动攻势 震倒了所有人 光头书见状赶紧起身走向安吉拉 并再次给了她一刀 安吉拉对此斜笑了一下 然后拔出刀 反向捅死了光头书 最后安吉拉再次发动 使得房间发生爆炸 除了神父幸免于难以外 其他人全部丧命于此 之后神父来到了教堂 见到了黑哥 并向他讲述了所有发生的事情 黑哥听完后表示 你是唯一一个见过世界末日 并幸运活下来的人 还真是命大 而这一切也就说明 神父可以加入梵蒂冈调查组 说完就带神父来到了档案馆 这里记录着 一些来到人世的恶魔的所作所为 接着黑哥让神父观看了一些新闻报道 这都是在神父休养期间发生的 上面报道了关于那场爆炸的事情 安吉拉在这场爆炸中完好无损 但她的脑海里 却没有任何关于爆炸时的记忆 可以看出 此时恶魔已经完全和安吉拉融为一体 恶魔即安吉拉 安吉拉即恶魔 接着记者报道到 在一所流浪之家里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之事 那就是在这里的所有身体残疾之人 都意外地恢复了健康 数量达到了上百人 这在医学上完全解释不通 而开设流浪之家的正是安吉拉 曾有专家采访安吉拉 这是怎么回事 而安吉拉则表示 她也不太清楚 只不过是想帮助更多的人而已 随着安吉拉的名声不断增大 她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很多人都想进入流浪之家 但与此同时 安吉拉也饱受非议 有人说她是圣徒 也有人说她是骗子 今晚成千上百的追随者 聚集在球场 决定亲身体验安吉拉的魔力 看看能不能创造出奇迹 安吉拉见所有人一到场 再次邪魅一笑 看来恶魔的统治时代 已经到达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电影到此结束 对于梵蒂冈的人来说 她是恶魔 但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 她就是上帝 这个世道 没有绝对的好人 也没有绝对的恶人 真真假假 很难去分辨 喜欢这类宗教系列恐怖电影的 可以去看看 好了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 有这么多关系 Pope Francis has declared that's you your strengths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